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文慧 然後很高興大家這麼早的時間還來接機 看到大家其實還蠻感動的 然後這一次的整體的狀態其實都掌握得非常好 只是德華哥賽前的訓練以及到抵達巴黎整體的狀態都非常的OK 可是很可惜在賽場上面確實是沒有如期的發揮 但這部分上我覺得是我們是有找到問題的方向 所以之後也會去做著手的改善 然後就下回再見 大家好,我是婉玲 這次比賽雖然沒有辦法拿獎牌回台灣 但是很滿意這次的成績,我會再接再厲繼續加油 也希望大家可以再繼續支持 然後期待我下一場的比賽,謝謝 你有帶竹符去嗎?還特別拍了照片 其實蠻漂亮,也在村上造成一個轟動這樣子 對,為什麼會想要帶竹符以及未來的目標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那教練也可以做一個補充 因為上一次東京奧運的時候,那我就是在選手村有看到其他的選手 然後有帶他們可能是比較屬於自己的服飾 那我覺得很特別,那我回去之後 就是有跟部落的可能幾天們分享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下次的話你帶去啊 對,然後我就說如果我有選到,那我就會把祝福帶出去 所以會讓大家認識一下周祖這樣子 那未來的規劃就是,近期可能會就是以好好休養為主啦 那就是慢慢的要準備下一屆的亞運 對,那我的目標就是希望下一屆可以讓大家在頒獎台上面看到我 那希望可以突破就是,可能上一屆對自己期許的成績這樣子 謝謝 現在晚鈴就是,因為你是舉重第一個先比的 然後後來文慧比的時候也有留下來陪他就是 可不可以再來分享一下就是,會陪伴他繼續一起參賽的可能原因 或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這樣 肯定會不是,好潘了吧 希望他是這樣認為的 沒有,因為上一場東京的時候 我們也是,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出口 想說看可不可以,就是再,再,對不對 再呈現一次之類的 對,那你可能問一下文慧啦,為什麼他要選我 說謝謝就是萬鈴的陪伴這樣 那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你們兩個之間的東西這樣 可以一起嗎 好,好可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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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從我們在備戰東京的資格賽 這幾戰因為晚林都是算是我們的第一個量級是先發的選手 所以其實賽後他都有幫忙很多就是我們後續賽事的選手 然後基本上剛好有蠻多次我們都有配合到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可能是21年的資格賽最後一場 然後那一場是在物質別客然後那一場也因為有晚林的幫忙 所以也創下了好成績然後接著東京又有他的幫忙 然後又再次創下好成績 我們本來想說會不會我們兩個人碰在一起又重現了不一樣的時刻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這一次沒有重現 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形成了一個很好的默契 感覺好像就有一點像是幸存學友乖乖 然後他就這麼乖乖一個定心玩的感覺 對謝謝 您好台視新聞想要提問 就是說首先要先跟大家說真的辛苦了謝謝 然後再來在巴黎這麼長一段時間啊 就是今天返台了有沒有什麼樣的心路歷程 或者是回台後有沒有第一件最想要做什麼事 還有未來的規劃 因為目前的話現在早上嘛 然後剛剛是機上的時候是沒有用餐到 所以目前現在肚子有一點餓 然後再來目前的規劃就是 接下來可能是會想要先懷一懷 然後看後續年底有沒有試底賽 然後會再跟團隊裡面去做討論是否參賽 然後我們的晚鈴一直在旁邊說很想喝珍珠奶茶 對 這次的話我覺得因為賽前的話主要就是先關閉一些社群媒體 然後讓自己來專心備載的狀態 因為我比較震驚的可能是賽場上的時候 我聽到還蠻多台灣人的加油聲 然後感覺很像回到自己國家比賽 所以這一點是讓我 很比較感動的一點 然後再 而且加上其實台灣因為跟巴黎也有時差 所以大家也都是在透過電視機 或者甚至很多支持我們的親朋好友們 都是傲夜的看著我們比賽 真的謝謝大家辛苦了 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從決定要回來的 跟大家說我要回來的那一刻開始 然後大家給我的鼓勵跟幫助 那就是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我才有辦法走到這裡 然後才有辦法就是再重現一次 就是當初跟大家說我要再參加一屆的夢想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那也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大家也就是辛苦了辛苦 大家都辛苦了 好 謝謝